多謝大家繼續欣賞我的葉Sir Timelok 我覺得筆或圖畫或文字都記錄了一些時間 歷史跟我的 Timelok 有一些關聯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床筆 每一枝我都用的 才買得來有趣味 我最近很喜歡這個Catless Pilot 牌子的筆 就是這個系列 按下去你聽到它聲音 有一種生命的律動 覺得很好聽 這一枝是Catless 木的系列 手感很好 重量很適合自己 18Km的筆嘴 另一枝就是我第一枝的Catless 就是用了裸填的 有幾種是條狀的裸填 日本的一些技術 就把一些背殼 傷了筆 如果是貴的 這幾萬元的那些筆 都有一部分 就會加了另一筆的色彩 就很特別 這一枝有裸填的蠟蜜蜜蜜蜜 都是兩千多元 我覺得真的非常值得 它是一個F咀 買了F咀之後 就覺得它比較幼 剛才會畫出一些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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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我先告訴大家 我拍的這些片 是純粹是自語 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字很噁心 不過我альным字 便覺得 我們香港的大部份 也會覺得 很多字字不佳 怎樣怎樣 有很多原因 令它不可以玩 不能放開 所以我覺得沒所謂 大家可以笑我的字 不過我喜歡寫一下 畫一下 我現在試試這支F咀 它用的墨水是99里海岸限定的SALER的浴前曉天 開始看到它的紅色很漂亮 不過F咀寫出來反而是效果又是一般 PILOT的筆都是很順滑的 寫出來的效果就好像普通紅色就沒什麼特別 有時刮紙的聲音就很好聽 如果你的紙漂亮 如果刮得太厲害當然不太好 大家看到它的幼字的效果 反而這個M咀我更加喜歡 很流暢 很滑順 當畫畫的時候效果就很好 這個麥的特性 都很容易剪露了出來 這個麥的中取效果我就喜歡有些水份 這個是我自己的喜好 因為太滑順 效果就寫出來就很有書寫的感覺 就很流暢的 反而我覺得這個M咀的PILOT很值得買 但是我使用的麥水是色彩下的月夜 這個藍色就有那種深醉的晴灰色 也是一個美麥 今天跟大家分享兩支CATNAS 我覺得CATNAS是好玩的 這大小遊戲很漂亮 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都可以試試玩一熟 我不會時常庫上頭了 是大約一個月 或一兩次 謝謝大家大家支持